A驾照跟那些摩托车 而A驾照还分两种 哪两种啊 A1和A2 两种驾照 A1驾照跟A2驾照 A1驾照是开什么车子 大型摩托车 大型摩托车多大呀 大小在125厘米之内的 它是属于A1的 那些超乌的那些呢 是属于A2的 像我们考的是什么驾照啊 B驾照是B驾照 我们这个B驾照考出来之后 可不可以大型摩托车 三来年后 可以开 那在三年过后呢 三年过后可以看哪种大型摩托车 A1还是A2的 A1 可以开这个A1驾照的摩托车 其他的不可以驾驶 要在B驾照 三年过后才可以驾驶 这个是A驾照 还有另外一种呢 这是超乌子 它是AM驾照 它算哪 原来都是AM驾照 这里上面的AM驾照 AM驾照 这是什么车子啊 用小型摩托车 两个轮子 三个轮子 四个轮子的 都可以用这个AM驾照 驾驶 AM驾照呢 是我们用B驾照考出来之后 立刻就可以开 不需要等几年过后 马上就可以开 没有任何问题 下面这里呢 说到摩托车 大型摩托车 带挂抖 带的挂抖 能带多重吗 摩托车带挂抖 能带多重 它要10% 不是10% 它是要重量 不能超过摩托车重量的50% 就是说摩托车多重 挂抖呢 不能超过车身重量的50% 这种就是什么车啊 变车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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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比较的可不可以加什么 可以 可以 三年过后 像下面这里呢 是属于 车子 都里什么 汽车 像这个呢 就是 veículo mixto veículo mixto 就是那种混合的 可以带人 也可以双货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独立什么 独立什么 这个是veículo mixto 它们行驶的速度呢 在高速公路 对不对啊 最后只能开多少 只能开 100公里每小时 这个是 或是120 像汽车 能开120 这种 或是呢 不可以 像下面呢 这个是 Gamiel Gamiel 用什么驾驶驶的 Gamiel Gamiel 是用C驾驶 Gamiel C驾驶 像那些重量 低于3500公斤 我们可不可以驾驶的 是用D驾驶 可以 如果是超过了3500公斤的话 就需要C驾驶 像下面这个呢 就是什么驾驶啊 Auto Rules D驾驶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车子带一个抖 什么驾驶啊 Auto B 上面没有标 有 B驾驶 是B驾驶 或者是C驾驶 加上一个B驾驶 3 3 另外那种 车子带一个 重量超过750公斤的拖动 这里就说了 B驾驶 单独B驾驶 可以驾驶 车子重量是多少啊 3500公斤以内的 像 这种是什么车子啊 是 专门上门服务的那种车子 这种复合车是一样的 类似的 他们在高速呢 最后也只能开100 不能开120 像 汽车 没衣服了 没衣服了 什么是没衣服了 车子 所有的车子 都可以成为 背衣服了 而这些汽车呢 是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 Durismo Durismo 我们用B驾驶呢 叫做Durismo 可以做到9个人 就包括驾驶啊 做另外8个乘客 总共是9个人 像下面这里呢 什么是货车 什么是卡车 大家知不知道 Gamion Forgon 什么是货车 什么是卡车 像那种 像图片的这种车子 它就是属于 货车 卡车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那种 牛逼的那种 就是 卡车跟后面的斗是 分开的 分开的 那种是属于 卡车 如果那个斗跟车身是 连在一起的 它是属于 货车 它们里面呢 分开的 在這裡面呢,我們用余地駕駕駛 駕駛的汽車呢,可以在一個remorque 什麼是remorque啊?remorque就是掛車 那個掛車的重量呢,可以達到750公斤 而且呢,開的車子長度可以達到7米 如果是超過了的話,就不可以駕駛 在這裡面呢,輕型掛到remorque dichero,它的重量是750公斤 另外一個remorque,單單掛車對吧? 當然掛車呢,它們是可以超過750公斤 長度超過7米,我們用b加的能不能開啊? 如果可以需要b加的加上e加的可以加10 那你這個怎麼開了? 什麼? 這裡面是掛斗,掛斗還是算好的幾種 它們是怎麼分的呢?根據那個eche eche eche eche什麼意思? 軸 軸 像這個掛斗呢,它就是一個軸 像這邊四個輪軸呢,它就是屬於兩個軸 像一般說到,單軸 單軸 單軸掛斗,對不對? 基本上都是屬於這種輕型的 像那些四個輪的那些重型掛斗的使用 輕型的可以重的不允許 像下面說到,我們車子加上掛斗,對不對? 帶一個輕型掛斗,總和可以開到重量4250 就是說,車子最多3500公斤 帶一個750公斤50公斤的掛斗,它們總和是4250 不能超過這個界限 也就是說,只要它們總和沒有超過界限 車子跟掛斗的多重,沒有什麼關係 像下面就是說到,車子帶掛斗,對不對? 車子3000公斤,掛斗1250公斤,我們可不可以駕駛? 可以 可以 只要沒有超過這個總和的界限,4250就可以駕駛 然後呢,這些掛斗在高速能看多少? 只能開80公斤每小時 如果是低於7米 低於7米 和重量少於750公斤,對吧? 它們在高速呢,這個可以開到90公斤每小時 看一下,下面說到,如果是少於7米 在這裡是超過7米,重量是超過750公斤 它們呢,再高速這個可以開到80 如果是少於90公斤 如果是少於90公斤 像這裡呢,就是城外公路 回來的時候,城外 城外,汽車帶掛斗 汽車帶掛斗 如果是超過7米 超過7米,對不對? 對啊,它們能夠行駛幾條車道 它們只能行駛幾條車道 它們只能行駛兩條車道 只能行駛右邊跟中間兩條 像最左邊的就不能夠行駛 它如果是長度少於7米的話 就可以行駛在左邊的車道 如果是超過7米就 會允許行駛 然後呢,我們剛剛說到 卡車、貨車 它們是需要C駕照駕駛的 那我們用B駕照 可不可以駕駛啊? 可以 用B駕照呢,也可以駕駛 卡車跟貨車 只要它們重量沒有超過 3500公斤 卡車也可以駕駛 貨車也可以駕駛 沒超過3500公斤 用B駕照 這樣可以看 如果超過了3500公斤的話 只要用C駕照就可以駕駛 這樣我們順便說的 這裡面這些摩托車對不對 只要沒有超過125 7方釐米對不對 它們超過3年 拿到B駕照 3年過後呢 就可以駕駛 這個呢 是小型摩托車 Ciclomotor 小型摩托車 2 3 4 4 輕型四輪摩托車 我們剛剛學到的 輕型四輪摩托車 比如說小摩托車 兩個輪子 三個輪子的 它也可以用B駕照駕駛 就是這個分別的四種 兩個輪子 三個輪子 四個輪子的 小型摩托車 還有這個輕型的四輪摩托車 都可以用B駕照駕駛 但是不需要等待多久 烤出來之後 便可可以開 但是呢 它們最高限速是多少 最高限速是 45公里每小時 永遠不能超過45 最高就是 45 永遠不能超過45 45 特殊的車子 是開40 像小型摩托車最高是 45公里每小時 接下來這些呢 是我們之前學到的 Morbilidad Reducidas Morbilidad Reducidas 什麼意思啊 速度緩慢的車子 就類似於這些殘疾人的車子 它們行車速度是非常慢非常慢的 它們可不可以進入這些高速公路啊 不可以 我們之前說過 小型摩托車 這個快多少 45 45 長安之間的車子呢 最多也是45左右 它們呢 在高速公路是不可以行駛的 為什麼 因為高速最低限速是60 高速最低限速是60 而這些車子呢 最高限速只能達到45 所以它們不可以行駛在高速公路 而一般在高速的路可能我們會看到這個標誌 靜止什麼車啊 自行的 靜止小型摩托車 這個是靜止小型摩托車 不過呢 這個小型摩托車 對這些速度緩慢的車子有沒有影響 有 同樣有影響 像那些拖拉機開40 殘疾人的車子也是45 它們呢 這個標誌都有影響 都不可以進 像下面這個呢 就是拖拉機 拖拉機 就是北部的HP2 北部的HP2 特殊的車子 特殊的車子 和拖拉機之類的 它們呢 最高重量 3500公斤對不對 超過了3500公斤 我們用比较的能不能駕駛 也可以駕駛 也可以駕駛 只要上面沒有超過8個人 就算是超過了3500公斤 用比较的能不能駕駛 照樣可以駕駛 這個是屬於拖拉機 像像上昔過的 跟其他車子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這些呢 就是我們之前在課堂上學到的 SEURIDA ACTIVA SEURIDA ACTIVA 主動單線系統 什麼是主動單線系統啊 輪胎 它是可以 幫助 怎麼幫助啊 它是 在發生事故之前可以幫助你 怎麼幫助你啊 有什麼作用啊 可以減少事故發生 像這個主動的 ACTIVA 這個包含的一些啊 還有 Freno Freno 煞車 LUCES 燈光 DIRECTION 方向盤 還有 SUSPENTION NUMATIVO 旋掛還有輪胎 就是上面出現的這些 燈光 方向盤 煞車盤 輪胎 車身 旋掛系統 它們都是屬於 主動單線系統 可以在發出事故 之前 來避免威脅 介紹威脅 屬於主動單線系統 是ACTIVA 這個詞我們可以記一下 ACTIVA 是無名的啊 ACTIVA 主動的單線系統 ACTIVA 主動單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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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這個是屬於 CIVILIDAN BASIBA 屬於 被動單線系統 被動單線系統 跟主動單線系統 有種區別啊 大家只能記住一點 主動單線系統呢 是在發生事故之前 流用的設備 而被動單線系統呢 是屬於發生事故 之後有用的 也就是说主动的是减少事故 而被动的是用来减少人身伤害 被动的都有哪些呢 它有Sindular